10月1日 中共所谓的国庆日 在英国由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权组织和团体 发起了反抗中共日多族联合游行集会 抗议中共暴政给各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之际 美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 汇集了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及其支持者 呼吁美国制定针对性法案 采取全球行动 维护维吾尔人的权益 呼吁国际社会针对21世纪维吾尔民族所遭受的种族灭绝政治破坏 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保持沉默 据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网站周六消息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前司法部长 布正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两天前中纪委通报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遭到双开 突尼斯总统塞耶德基于其最新发布的总统令任命纳吉拉布登为新总理 并责承其组建新政府 他指出任命一位女性总理是对突尼斯妇女的致敬和礼赞 这在突尼斯历史上上述首次 今年63岁的布登是突尼斯国立工程师学院地质工程学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教授 两个月以来塞耶德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措施 包括解冻议会权限以及罢免总理职务 并在政府的帮助下行使形成权力 美国警告土耳其如果后者从俄罗斯购买更多武器 两国关系将面临进一步风险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表示 我们已经在各个层面和机会敦促土耳其 不要保留S-400防空系统 不要购买任何额外的俄罗斯军事装备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六宣布 他将退出政坛 不参加明年的大选 他说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6月的大选中 他将不参加总统或副总统职位的竞选 杜特尔特周六的意外宣布 可能为其长女莎拉·杜特尔特·卡皮欧 竞选总统让出了道路 根据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车辆过境危机达成的协议 部署在两国边境的特种部队和部队同时撤离 位于阿瓜多尔西南方的瓜亚吉尔的一所监狱发生暴乱 监狱中的黑帮分子使用武器斗殴 造成至少116人死亡80人受伤 事件发生于瓜亚吉尔的海岸监狱 囚犯使用枪支、刀屑、手榴弹及炸弹等武器互相攻击